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上 欢迎收督开市感浪 我是林梓彤 现在和大家跟进厄美股市昨晚收市的情况 联储局即将召开议息会议 美国11月份的通胀升幅大约7.1% 低过市场预期 亦是连续第二个月 比市场预期的低 当局放慢加息的步伐提供理据 刺激美股星期二急弹 道指一路飙升超过700点 但中段曾经倒跌114点 回答道指高开263点后 升势船积扩大到707点 年升第二天 标普500指数最多升大于2.7% 纳指曾经炒高大于4% 至于收市 道指只是升103点 收报34,108点 标普500指数升29点 收报40,019点 纳指升113点 收报11256点 另外反映中国概念股的金融指数 反弹大约1.7% 在美国上市的港股月托证券 做价格别发展 汇控者被换收市升0.6% 腾讯升0.27% 阿里巴巴升0.5% 美团跌0.24% 巴黎茄指数收市升94点 收报6744点 商品期货方面 国际油价连续两天做好 錄到一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升幅 纳指期游升大约2.22美元 收报每桶75.39美元 伦敦波兰特期游升2.69美元 收报每桶80.68美元 升幅超过3% 看金价 美元匯价下跌 国际金价止跌反弹 升到近6个月以来的最高位 那日期今升大约2% 收报每桶1825.5美元 上升33.2美元 看最新的美元匯价 港元7.777 日元135.411 欧元1.063 英镑1.235 瑞士法郎0.928 加元1.356 澳元0.683 牛山人元0.644 美国国库债券10年期债券 新率直播3049 30年期债券 新率直播3053 看完港股 高开过8点后 升幅再次扩大 升258点 19,854点 还有百多点 又去到20,000点 这些阻力位 国企指数升99点 升幅超过1.4% 最新升6,751点 大市成交106亿多 又和大家看看科子的表现 科业股方面 腾讯升大约1.7% 去到324元的水平 阿里巴巴90.2 都是在这些水平培回 升大约2% 美团方面 也有大约2%的进涨 至于整体科子 升大约1.3% 这次和大家先跟进到这里 稍后回来 我们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再见 以上资讯由耀才蚊提提供